欢迎大家回来,咱们开始商业插画的第15讲 主要这节课咱们来讲手绘插画的准备工作 就是它的一些软件和需要准备一些材料 首先就是咱们要说一下手绘它分成很多种 第一种就是咱们可以把它认为成鼠绘 也就是鼠标吧,鼠绘就是它用电脑的这种方式进行绘画 首先咱们可以先给大家介绍几款比较好用的手绘版 这个肯定是绘画必备,它是替代了鼠标 然后跟在纸上书写绘画是一样的方便 如果用鼠标的话可能比较轴一点,不是很好操作 咱们最好的手绘版就是现在应用最广的就是引拓 引拓这一家公司基本都是连续10年60%以上的市场占有率 一般职业的插画师它都会人手一步引拓 它可能价格稍微贵一些 一般的可能引拓3,引拓4,引拓5,是吧 这个它的级别在不断的升高 然后它这个价格也可能在3000,4000,5000,6000这样再往上增 但它这个手绘版从压杆上到它的书写流畅度上,是吧 到它耐用上都还是很很值得这个购买的 所以说这个根据咱们未来的一个发展状况 如果你是就是想从呃 扎职业插画师的方向入手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还比较建议买一个这个引拓 国产的其中有机可能会比较比较性价比高一些 有机这个公司它出了几款这个手绘版 那其中可能最好用的就比如说漫影系列和惠影系列 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款买的就是这款 有机它可能当时才300多块钱 虽然特别入门几 但是对于压杆呀 各方面也都还可以 但是就是还比较耐用 从大学到现在这么多年了 一直开始用的这个 直到去年它就不行了 换了一个 但是它在初学上面就足够是够用了 汉王这个也是特别好用的一款数位版 它可能价格比有机会贵一点 但它性价比相对于引拓来说可能还差一点 但是比有机可能性价比会高一些 我觉得买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繁拓数位版这个也是现在比较常用的 然后它一般现在出这种 数位手绘数位屏一体机 就是它属于这种可以在电脑上一个大屏幕可以在上面画 像这个是一般专业的这个手绘就插画公司都会有 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比如说像有机可能就三四百块钱 六七百就可以买到还不错的 然后然后这个 就这一款的话 它可能市面上用的不是很多 它专卖的话大概也是在七八百块钱 电脑的选择上就是如果咱们职业的话 比如说苹果它对色彩的感应感受应该还是不错的 现在有4K 5K这种高清品 要比咱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电脑可能好用一些 包括它可以装PS AI都可以装 但唯一不好的就是它这个赛这个软件 绘画软件它只能装英文版 它没有中文汉译的 咱们普通的PC机 首先这个至少是双核的 这种还是比较好用的 其他的这种 比如说笔记本也都得在双核或者四核上面 对于这种软件的代入跟不同页面的切换 才能会比较流畅一些 像它这个赛就可以有中文版跟英文版 这个软件是特别好用的一个软件 这个我把它排到第一位 它第一是比刷效果特别多 另外它是颜色感受也会比较好 这个软件只有大概五六兆的这么一个大小 但是用起来会比可能会更适合初学者一些 但就是咱们接下来说这个PS 它有一点好就是它对这个各种的这种图形处理对吧 颜色这种处理还是很敏感的 之后这是AE它总是做动态软件的动态这种效果的 像在一些做这种动态图是吧 GIF一般就用AE来做 然后还有这个后面这个Flash 然后这也是做动态的 包括Pinter是吧 这个都是太专业的这种软件了 但是对于初学者来说可能有点复杂 它就是各项指标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用起来可能不会特别的 就是会可能会比较演化缭乱一点 但是对于专业的比如说你要画CG啊 是吧 画一些比较复杂的 它这个效果就凸显出来了 因为它可以特别的细致的去处理这些细节的东西 去让它把这个效果能达到最好 首先咱们的电脑插画 它肯定分成很多种 对吧 首先它的颜色会比较单纯 比较单纯一点 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 在后期的印刷 还有这个图形更改上面 可能要比就是手绘要更方便一点 然后它的效果也会做起来比较多一些 而且可能它会操作起来的话 比这个手绘能够节省时间 现在很多比较有名的插画师 他就是比如说CG 他平常画一幅手绘可能一两万块钱 但如果是这个单特别赶是吧 你一两天就要要或者当天下午就要要 他不可能给你画一幅了 那太浪费时间了 他就会用两个小时 或者是一个半小时 三个小时这样的时间进行这个电脑上的创作 这样的话特别快 然后也特别节省时间 因为它效果会特别多吧 各种效果可以代替手绘进行不停的复制 它这个电脑效果特别好的一方面 就是它能够表现色彩造型 是吧 可以反复修改 这个是它的一个优点 包括它的图形上面可以不停的进行这个像素的调整 所以说也是比较方便 但手绘有一点好处 就是它可以比较好的卖上价钱 就是现在画廊啊 画家啊 没有人会说用电脑来绘画 更多的就是用这个手绘的方式进行创作 这样的话 你做个展的时候 或者说做自己的画展的时候 你的手绘就这个特色就凸显开了 接下来就咱们说手绘其中的一些比较好的工具 首先说一下水彩画 水彩画像左边裸列的这几个 其实大家就是可以根据这些进行选择 比较好的就是温萨牛顿跟达芬奇 这个是外国牌子 可能用起来也稍微比较贵一点 但是它的性能跟性价比也还是特别棒的 尤其是在画画上的这种手感跟在颜色的这种感触上面 它底下日本法国这些都是也是不错的牌子 然后大家如果是想想这个画这个也可以进行 就是在淘宝啊 是吧 下面进行这个搜索 也看他们几个对比 右边这个就是我现在用的一些水彩笔 然后之前这个都是用过的 然后觉得这些可能比较好 可画细节铺色 然后这个画更小的细节 这就足够了 初学者一般就是用玛丽牌的沙尔色的这种颜料 这个就完全总够了 就十几块二十几块就可以买到 但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像这种后面现在排出来的八种这个水彩颜料 就是当下特别流行的一些颜料 像玛丽国产这可能需要大师级的专业级的 像这些都是还比较好用的 像白叶这个都是专业性的 可能价格也稍微会贵一点 像温莎将这个比较中级的 你画了过一阶段了 然后对水彩很感兴趣 就可以稍微贵一点了 买的稍微好一点 温莎牛顿这一套 大概需要就是200多块钱 像这个也是 然后如果更专业的一些创作就需要买更好的颜料 像这个伦波朗专家级的 这个可能需要900多块钱 像这个本子的话就可以选择像阿诗跟康颂的 这个是有本子也有纸都可以选 然后这个是水彩化的这种效果 就是说水彩化 它在创作上面 我觉得还是比较灵动一些 也是大家现在更流行的这种选择 像手绘彩铅 现在也特别流行 它一般就是用这个马可的和辉伯加会比较多 底下这几种就是比较贵的 然后也是特别好用的一种颜料 像水性跟油性该怎么选择呢 就是咱们可以看张图就好了 水性的就是水溶性的 它就是画出来特别细腻 如果画完以后 它可以上面轻轻的涂一层水 对吧 它就可以把这些 比如说画起来的这些铅笔墨 它就会融在一起 就可能像有点蕴染那种感觉 所以说它会就是用起来会更细腻一些 水性的水溶性的 但油性的可能它会反光会更强一些 是吧 它这种笔触感会更浓一些 所以说这个两个各有各的优势 所以说这个在最后大家画的过程中 都可以进行两个购买 然后进行选择 比较好的彩铅纸 就是法 就是法比亚诺 像康宋 这个都是水彩跟彩铅 都可以用同一牌子的 都是特别好用的 然后像巴比松的水彩本 这也是特别好用的 像飞鸟乐的有性彩铅专用纸 是吧 这些都是还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日本这个顶级的肯特纸 这个是稍微会贵一些 平均一张得9块钱 9块钱一张 但是它整个在上色是吧 上面都会非常好用 尤其是铅笔 如果你在上面进行绘画反复修改 对吧 然后用橡皮擦 如果你纸不好的话 它就会起毛 起毛的话 它就没有办法再继续深入了 可能画下来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说用的纸好一些 它在后期的更改上面也会有很好的这种效果 像这种是吧 你都可以画成这种效果 但是它需要很好的笔跟很好的纸配在一起 就是说到底选什么样的纸和笔 这就根据大家自己平常 就是如果使用过以后是吧 哪种更适合自己 这个肯定没有 就是我跟大家说一种 大家就去买了 因为如果不适合自己也不好 所以就要来回的进行对比 就是也不要问说哪种好哪种不好 对吧 或者是这个只能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 然后根据自己的情况 然后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水彩的工具 或者采签的工具 对吧 这个就是采签 它也可以画绘本 各种各种样的 它都可以画 而且还比较写实一些 然后来表达故事 然后表达剧情 然后来表现这个画面 都是不错的选择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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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